说遍天下游,赏车带你走 前段时间,绝地求生终于推出了PUBG史上最酷的动作系统 攀爬系统,那竟然只是厉害风味啊 要说这个攀爬系统到底有多牛呢 其实就是能允许玩家在起跳的过程中 再次按下空格抓住一个新物体 别看是个小改动啊 这直接让玩家的移动路线变得更加灵活了 原本在绝地求生的粉丝里就有一批跑酷爱好者 这次更新了攀爬系统后 这一群跑酷大神更是直接上天了呀 什么360度托马斯回旋大跳跨越房顶 那都是不在话下的 这游戏98卖你们简直是卖亏了呀 说到跑酷呢 板江想起了一个个在游戏里上天入地飞檐走壁的身影 由刺客信条里功臣名就推影江湖的艺书 有外星火辣却挺能点满的老辣妹子 更有大名鼎鼎的寻宝猎人内森德雷克 但是这么多游戏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十年前的游戏《静之边缘》 以及它的主角菲斯小姐姐 《静之边缘》是由EA在2008年发行 DAS制作的动作类跑酷游戏 就是做战地的那家瑞典公司 这都不算什么 最牛的是这游戏居然是第一人称 你想想啊 这可是第一人称跑酷游戏 在极简又不失质感的画面下 玩家操控着主角身轻如烟地穿梭各种障碍 越过一座又一座的高楼 在滑下胁迫的那一瞬间 你就明白这个游戏真的不简单啊 甚至有时候还可能因为一个失手掉下万丈高楼 煞时间啊 那种从屏幕里爆发出来的坠落失忠感 啊心脏不好的同学啊 分分钟吓出一身的冷汗 如此苦血如此真实 这在2008年都是赎钱力的体验啊 怪不得当年的玩家都说禁制边缘是EA游戏里的艺术品 可惜的是游戏的实际销量并不是特别的高 知道的人也并不多 不过主角菲斯的形象却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黑背心红跑鞋看起来瘦但能力强悍 而且还是留着一头清爽短发的东方面孔 这个也太好看了吧 很多玩家游戏没玩过 就直接粉上了菲斯小姐姐啊 更有一些现实中的跑酷爱好者 模仿禁制边缘的视角拍摄跑酷视频 底下子都分不清这是游戏还是现实了 以至于游戏发行几年后 爱奇恩还给禁制边缘颁颁发了十大倍低估的游戏奖项 销量虽然不高 但粉丝热情度高啊 EA没理由不出续作呀 于是在2016年推出了续作禁制边缘崔华记 新游戏里换了引擎换了世界观 换了故事甚至连主角都换了 然后就呃就就大爆死了 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 十个十年回过头来看 初代禁制边缘作为历史上首款第一人称跑酷游 我CSKZ党天下第一 爱你那是FPS游戏又不是动作类跑酷游戏 啊一边呆着去 在追求机制画质和创新玩法的2019年 初代禁制边缘仍然有着不俗的表现 真是堪称经典啊 2015年的消失的光芒 也是沿用了禁制边缘的核心玩法系统 甚至有铁粉在消失的光芒中 还原了禁制边缘的经典场景 更有一大批的MC跑酷爱好者 也在我的世界强大的自由度支持下 制作了禁制边缘的地图 这圈里圈外都是粉丝呀 在禁制边缘经典的色调和标志性的高楼丛林中 自由穿梭 享受着这一份人类最原始的快感 哇真的是太爽了 啊对了 版娘在做视频前查了一下啊 禁制边缘的官方港台翻译居然是亮影特务 哇这翻译也太拗扣了吧 欢迎播出版娘说游 说遍天下游 上车带你走